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呂志華 有關恆大這件事件已經擾讓了很久 但到現在似乎事情都還未告一段落 事情都未能夠完全解決 而這個禮拜,環繞著恆大的消息似乎相當不利 今天這條片想和大家再討論恆大事件最新的發展 在這裏答正題之前,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和按鈴鐺 如果我這條片說得好,希望大家能夠給我一個讚我 以及將我這條片分享開去,多謝各位 早兩個星期,有關恆大的消息都是你好消息 例如,灣仔恆大中心,據悉就是有第三者欺負 另外,恆大物業亦都有第三者想買入控制性股份 但是,去到上個禮拜,大家可以看到 恆大的新聞似乎又轉為利淡 有很多利淡恆大的消息又陸續傳出來 最新消息報導,恆大前主席許家印在10月8日 就將他手上所持的股份其中5億股,抵押給第三方 第三方是誰暫時並沒有消息透露 以及他的抵押詳情並沒有公開透露 目前,許家印還是持有恆大約76.7%的股權 另外,路透社最新的消息也是透露 就說較早前,月秀地產是有意合購恆大在灣仔那一棟 恆大中心,而且作價高達132億港元 但最新消息就說,月秀地產是有可能取消有關的收購行動 另外,較早前,市場也傳出,合生創展是有意收購恆大物業 是51%的股權 所以就導致合生創展,中國恆大和恆大物業全部都是停牌 但是事件一直直到現在,都還未有進一步的消息 未知道這種收購可不可以成事 另外,市場也有消息傳出,就說恆大所發行的債券 在陸續到期的債券,似乎現在正面臨違約的風險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近日環繞著恆大那些消息 都是利淡消息的,跟較早前的情況可以說是完全相反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擔心,恆大最終是有機會步向倒閉這條路的 好了,那為何月秀地產較早前,是有意欺負恆大在灣仔的恆大中心 但是現在就打退堂股,就將這個收購的行動取消呢?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來說 恆大集團,他的財政狀況是相當之緊張 以及他的前景是相當之明朗的 萬一恆大真是倒閉,又或者萬一債權人是入稟法院 申請將恆大清盤的時候 那是有機會將恆大所有的資產都是凍結了 那如果恆大那些資產是被凍結的時候 那月秀地產是很大機會是面臨收購失敗的風險 而導致可能他的訂金都是招致損失 為安全起見,月秀地產是有機會因為這樣 所以就將這個收購行動取消 那至於合生創展會不會收購恆大物業 那我就相信他們可能同樣都會考慮這一點 那同樣來說也是有機會因為這一點 而今次的收購行動 合生創展收購恆大物業這個計劃高吹的 那所以目前恆大整體來說 情況是相當之危險 可以說是貧臨於破產或者倒閉的邊緣 那究竟中央政府會不會出手拯救他呢? 到現在來說,大家都是眾說紛紜的 較早前有些報導就說 中央政府有可能將恆大轉為一間國企公司 還有是有機會將恆大一策為三 但是也有些報導就說 中央政府其實已經決定不會拯救恆大 還有也是告知地方政府 就叫他們做好準備 是希望能夠將恆大萬一倒閉的時候 對地方的經濟和金融衝擊減到最低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在例行的新聞發佈會裡面 他就說了一番話 似乎透露了中央政府究竟會不會拯救恆大 在今次的發佈會裡面 發言人就表示 對於這間有3000億美元債務的公司 他現在正貧臨於債務重組的邊緣 一旦這間公司破綻 他所帶來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 好了,這番話引來分析家的喘息 就說他的潛台詞 就說中央政府將不會拯救恆大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肯拯救他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間公司近年來 管理不善、盲目多元化的擴展 造成了財政嚴重惡化 好了,今天彭博通訊社有一位專欄作家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是 《中國不拯救恆大有太多的好理由》 這篇文章他就分析了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肯拯救恆大 以及作者也贊同中央政府的做法 首先這位作者就認為 其實中央政府一直都已經明確表態 就說我們國家裏面那些房子是用來住的 就不是用來炒的 而且中央政策也是一直以來 都是嚴厲限制國內那些流房的炒風 過去十年以來已經曾經做過三次 推行過三次政策打擊這些炒風 只可惜都不能夠壓制住國內對流房的炒風 為什麼中央政府推出這些政策 都不能夠成功壓制房地產的炒風呢? 原因就是度高一尺摩高一丈 內地那些地產發展商 他是有很多方法去回避這些政策的 例如那些地產發展商 他就不斷地向銀行借貸 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借貸金額 他們企圖就製造出一個現象 就是大到不能倒 就希望自己的集團不斷地膨脹 膨脹到是不能夠倒下來 到時萬一出事 中央政府或者銀行就會出手拯救他們 這個心態就導致內地很多房地產開發公司 他們的負債比率都是相當相當高的 還有第二 這些地產發展商 他們的借貸手法十分靈活 還有他們的借貸手法也十分靈活 除了向銀行借貸之外 他們也是經常用高息去吸引那些債權人 是發行公司債 所以很多內地地產發展商 都有很多公司的高息債券 至於第三 他們除了舉債之外 這些地產發展商 也都是向他們的員工銷售理財產品 銷售他們推出的理財產品 是向員工賣的理財產品變相借錢 甚至他們就向員工作出投資的保證 保證他們投資公司的理財產品可以有高回報 例如在福建省就有一間叫做福城集團的地產開發公司 他也是透過向員工售買那些理財產品 去變相借錢 而且他也是向員工保證 一年以內就會有百分之三十的回報 你想想一年是有30%的保證回報 所以很多員工都不如有責 就紛紛向公司買了這些理財產品 這間福城公司也推出了一些計劃 這個計劃就叫做3691計劃 甚麼是3691呢 原來他們買入的土地 就承諾在三個月入面開始動工 六個月就可以預售這些樓房 然後九個月就可以落成 一年之內就可以連本帶利地歸還 可以有三成的回報 你想想公司向員工推銷這些計劃 你說那些員工怎會不上當呢 由於國內這些發展商不斷利用各種名目 不斷借貸 所以令到他們借貸越來越高 甚至去到資不抵債的地步 結果福建這間地產發展商 同樣來說都出現了違約的情況 另外內地那些地產發展商 為何會搞到今天這樣的田地呢 原因是因為他們一直都不相信 內地這些房地產政策的改革是真的 他們以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放寬 所以也都令到他們一直都不相信中央政府推行這些政策 在中央政府這些政策之下 他們都還是不斷地擴充業務 不斷地擴充借貸 在今年上半年 有50間上市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他們的總負責已經是高達25000億美元 那是相等於2017年的兩倍 那你說了 中央政府面對這樣的情況 他應不應該拯救這些公司呢 他應不應該拯救恆大呢 那好了 那為什麼中央政府 要在現在這樣打壓那些是房地產開發公司 不斷膨脹呢 那我相信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全球的經濟 都是處於一個相當之脆弱的狀態 那但是呢 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 基礎相當良好 那全世界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不能夠實生產 那而大部分訂單都是落在中國方面 那所以我們國家現在在目前的經濟狀況 可以說是一枝獨秀的情況之下 和全球放寬銀根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著手改革國內的房地產政策 就要嚴厲打壓房地產的嘲諷 因為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之下 萬一這些房地產因為打壓 而導致他們出現了倒閉 相信對國內整體經濟的影響 是可以減到最低的 那雖然現在內地房地產的發展 是佔整體生產總值15% 但是現在中國在製造生產方面 那基礎就相當之堅實的 那所以萬一房地產因為 是國策方面的影響而出現了倒退 那對整體的生產總值 也都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那所以中央政府就選擇 這個時候對內地那些地產商大事整頓 希望經過今次的整頓之後 內地的房地產行業會是暴入正軌 多謝各位 好嗎 謝謝